死了 然后所有人都吓坏了 后来旁边有个人懂的人说 他说佛库斯不会害人的 说这些护法神不干 没错 他说你不信就算了 你还要胡说八道 然后就毕命了 对 不错 这种人这样死法 他多地狱 多地狱 对 不错 很可怜 你看就献报马上就来了 那师傅我爸 我在小的时候 我爸给我讲了一故事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新婚 那个小媳妇在赶急的时候 然后他急了 然后他自己还身上不变 就是他来着立架 然后他就在野地里头 坟地里头 他就小变了 回来的路上 他自己就疯了 疯了以后 其实现在我知道那叫附体 然后他自己就抓自己头发 然后一定要说 你们我修行了太多年了 我是我是个狐仙 我修行了太多年 他就把我这么给我冲了 他带着脏的东西冲了 我就要他的命 后来我爸就是明白点 就说那我能不能给你做点什么功德 你看我能怎么样对待你 因为他那个年幼无知嘛 他不懂 我向你赔礼道歉 就一直给他磕头 他丈夫也再给他磕头 不行 死活不干 然后怎么说怎么都不干 就不行 死活就要他的命 然后这个人三天就死掉了 对 那您说师父 现在就是我爸爸从此以后就告诉我了 就说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野地拍戏 在农村的拍戏都告诉我是这样子 就是每次你看现在人 比方说野游爬山上那些大野地里头 那其实要尊重地下的生灵 师父 我爸爸就告诉我 妈妈也告诉我 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咳嗽咳嗽 就让人就说 对不起 对不起打扰了 我要行一下方便 可不可以我接一下方便呢 对不起打扰 你们可以让一下吗 咳嗽咳嗽半天 然后等半天你再在行你的方便 师父是这样的吗 对 那底下 那我们看不见的底下的那个土地底下 都有很多的生灵的 是不是师父 没错 看不见的不但地下有周边都有 周边的都有 所以我们要到到那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要到墓地啊 坟坟券子啊 我们都没叫坟券 一定要拍戏的时候 要跟人家说打扰了 那些人呢 对不起 我们要拍戏打扰你们了 一定要给人家说说什么 你才能 那什么 是吧 师父 一定有礼貌 有礼 有礼貌 不错 那否则的话 你这戏就拍不进去了